中文字幕 李宗盛 嚇死我了 我來吧 真的很闊 如果家人多的時候 這個廳真的好帥 退後再退後再退後 繼續退後 超級大 跳舞也沒問題 這個場道差不多7米 最美的護形 最美的景觀 最美的動數就是這裡 看回我們的河景 超級美 可以看到一勒的河景 以及以下的公園 非常之不錯 第四格 這個主要坊超級大 我放過2米大床 都是沒問題 兩邊做一個床頭 還有空間 這裡可以做一個電製 做到頂部也沒問題 我們樓盤在這個位置 我們1公里之內 行路15分鐘就可以到布行街這邊 我們樓盤後面 500米是有一個深河市場的 800米有一個小學 這間小學是貴族小學來的 這間小學是公立的免費的 那後面呢 這些政府的單位 還有這些醫院 都在這條街上 是很方便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喜加阿Dee 我是喜加阿Ming 很開心 今天和阿Dee 來到這個 衛州衛陽三和片區 也是屬於整個三和最旺的地方 就在這裏 我們先看看這個所在的地方 是屬於三和廣場的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 就是我們超級大的廣場 平時可以在這邊散步玩 跳舞 好啊 還有看回廣場旁邊這一層 這裡到下面全部都是商業 萬達影城 吃飯的地方 還有一些酒吧 還有那些零食店 還有就是有一個蘇寧二購的 我們平時買了房子 他需要買一些家電 那這裡就有可以直接買到的了 還有那些中銀 農業銀行 工商銀行 全部都集中在這裡 四大行都是這個地方 所以需要取錢 或者扮什麼手續就方便了 那對面呢 就有我們的三和醫院的分院在這裡 還有自營局 就是那些局土局 政府單位 還有中國電訊 包括對面呢 就是我們的市政府的那些辦公大樓 全部都集中在這裡 就是叫做什麼 吃喝 就是吃喝 活樂 全部都是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應該是來逛街的 是不是啊 房間是其中的一 第二最重要的是 看樓 是哪裏 我們今天去萬科萬匯花園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樓盤真的是超級便宜 就是越租可以抵倒越高 又越高差不多了 是不是 補個幾百元 很漂亮 而且這個樓盤可以看到 河景和山景 超級漂亮 而且這個樓盤比較中心的地段 去威州市 至少半小時 去最切名的西湖 40分鐘 而且這裡非常之近 深圳龍江那邊 40分鐘就可以到 所以非常之方便 OK 那我們時不宜遲 和阿明去仇老婆看看 Yeah 反反覆覆覆多次 沙混亂 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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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 從前 讓我再問你 問多一見 別了不知哪一見 相見 Hello 我們現在到了 晚科晚會的燃燒中心 今天有請美女王小姐 和我介紹一下 區懷沙盤和周邊的情況 現在有請王小姐 好 這邊請 對了 這個紅色的 就是我們樓盤的位置 我們樓盤叫萬科晚會花園 我們樓盤是屬於 惠蓉區的一個深河街道 深河街道 在2020年4月份 被政府規劃成 上千億的一個智慧科技層 智慧科技層 距離我們樓盤只有兩公里 兩公里 就在馬路對面 現在很多窗房 包括那些科技院 全都逃產了 我們樓盤周邊 我們樓盤周邊 是有700家以上的一個科技院 在周邊 這裡就是現在的 衛州市的一個最大的科技院 我們樓盤一公里之內 是有小學 還有市場 政府 包括我們的消業雞 報行雞 宵夜雞 全都在我們樓盤一公里之內 就是我們走路15分鐘的距離 包括這裡還有一個華人文家 還有電影影 全都在這裡 我們樓盤的河對面 它有一個 我們惠州最有名的一個學校 它是叫泰雅十元學校 它這間學校 連續八年排名 全市 全惠州市 是第一名的 學校過來 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越東地區 最大的一個蜜樓園 是蜜樓園 可能我們平時要買 在電箱買些東西 機快地 都很快 可能快的話 今晚下單 明天早上就可以收到 就可以收到 是很方便 現在 現在網路很方便 我們樓盤前面 還有一個 惠庸區最大的一個 富有保健院 富有保健院 還有我們區政府的 一個辦公樓 都在這裡 距離我們樓盤 只有五公里 這個位置就是四公里 這裡就是五公里 很近 我們十分鐘就可以到 探水的一個老城區 探水老城區的話 這邊就比較多的本地人在這裡住了 天空 霍爾瑪 來我們過去 十兩分鐘 都很快 我們十公里 就可以到 惠庸鎮 的一個高鐵鎮 我們在深圳 過來 20分鐘就可以到 高鐵鎮 在深圳的一個龍華北鎮 20分鐘就可以到我們高鐵鎮 在這個鎮 打車也很快 15分鐘就到樓盤了 那就是20元的一個 駕駛鎮 如果你想坐公交車 我們門口也有公交車 直達高鐵鎮 是 住在我們樓盤也很方便 溝通很方便 我們樓盤旁邊 有一條 月庭大道 月庭大道 它也是我們惠州市的 一條主公道 我們半個小時 就可以到我們的次中心 次中心 就有一個三網會員店 就是我們樓盤半個小時 就可以到三網會員店 是的 40分鐘就可以去游西湖 西湖的話 它就是我們惠州市 最出名的一個景區 是4A級的一個景區 它也是我們的歷史故事 是 那麼我們半個小時 同樣都可以到大洋的海邊 可以去吃海鮮 是很方便的 那麼半個小時 我們又可以到深圳的一個平山區 是 半個小時可以到平山區 45分鐘可以到農工的一個中心區 那麼我們這個位置 都是屬於惠州市一個臨心的一個區域 是 來深圳是很近的 深圳過來都比較方便 現在溝通都比較方便 是的 那麼我們現在大家做一個小小的補充 因為我們從香港過來的路線 說回三條 第一條路線是羅湖出關之後 坐一號線 可以坐地鐵或一號線 到十四號線 可以直接到沙田站 那沙田站 這裡可以坐公交車或者打滴 都非常之方便 打滴是半個小時的時間 就可以到我們的屋院樓 給大家看一看我們平時 如果打滴的話 是時候的 三十一元雞就可以拿到 是的 就到我們屋院樓 或者是坐公交車 有三個公交車 還有三個公交車 十號線 七號線 還有168B 就可以到我們屋院樓 兩五元雞就可以解決了 或者是第二條路線 其實黃小姐也說高鐵站 就是香港西九龍 直接可以一小時的時間到惠陽站 惠陽站跳價是100元左右 那怎樣到我屋院樓樓呢 打滴的士 或者坐公交車 都非常之方便 都可以到屋院樓下 第三條路線 就是羅湖出關之後 有羅湖汽車總站 直接可以坐到惠陽 這裡的車站 叫做惠陽汽車總站 讓大家看看 哇 惠陽汽車總站 半個小時 就有一班車 都非常之方便 那惠陽汽車總站 直接到我們屋院樓下 差不多15分鐘 打滴的士 或者坐公交車 都可以到我們屋院樓下這邊 那黃小姐 再介紹一下 周邊的一個陪伴 是 我們剛才跟大家有介紹 就是我們樓盤在這個位置 我們一公里之內 行路15分鐘 就可以到報行街這邊 我們樓盤後面 500米有一個深河市場 800米有一個小學 這間小學是貴族小學 這間小學是公立的 免費的 後面 這些政府的單位 還有醫院 都在這條街上 是很方便的 我們坐公交車的話 就一個浸就到了 一個浸 五分鐘就到了 醫院學校 坐公交車 一個浸就行了 那樓盤前面 這個位置 都是我們的科技院 周邊現在 雄市公司有18家 現在看到的傳媒都是企業總部 我們最近的 就是我們的雅蘭 雅蘭家規的一個集團 集團總部 總部大樓 所以周邊 這張圖是三年前拍的 現在這些位置 傳媒都投產了 都已經成熟了 那以後 我們前面這塊空地 它又是其他去花廂拿的地 它以後又要見住宅 即是跟我們一樣的一個樓盤 那見起來的話 周邊就越來越放話 是的 現在是三年前的圖 現在其實更方便 現在周邊都非常多的配套 現在周邊的配套很成熟 我們現在的收留堡 在這個位置 我們前面是一條河 這條河我們叫淡水河 淡水河 是惠揚最大的一條河南 它是連接深圳的平山河 以後我們薩諾堡這邊 是政府規劃的一個公園綠地 以後就要見有一條河斑六樓 在屋間樓下就去到公園 去到六樓 去到六樓 是嗎 可以定規身體 或者走一步 我們小區是分為兩旗見識的 這邊是一旗 這邊是兩旗 一旗又要六棟樓 二旗又要六棟樓 總共十二棟 總共十二棟 是 一旗這邊門口有一個箱窗 有一個箱窗 是比較大的 是有一個箱窗 這個箱窗現在 現在門口已經招商華潤超市 和麥冬爐 以後我們業主 下樓就可以吃麥冬爐 小區門口這些箱窗 現在都陸續開了 現在有的 有肉店 美容店 還有那些 酒餐 中餐店 這些 士多店 現在都開起來了 後面這棟 白色的就是我們的政府辦公大樓 現在我們辦社保 政府中心選擇 政府的辦公大樓 後面就是我們的公立幼兒園 公立幼兒園現在又開了 我們樓盆現在的配套是完成的 超級旋屬的小區 樓下的雙月和幼稚園 其他政務單位都開了 是的 我們自己小區的配套 都很方便的 很齊全的 很齊全的 我們一旗這邊有一個籃球場 過來就是我們給老人家休息 休閒的一個樓庭 過來就是給我們老人家鍛鍊身體的 有很多健身設施在這裡 還有我們小孩子玩的一個遊樂場 也在這裡 小區裡面還有跑道 是的 外面有一個滑板廣場 如果小孩子喜歡運動的話 可以在這裡玩 這邊還有一個運動廣場 喜歡健身的業主可以在這裡健身 這邊它一用又是小孩子玩的一個遊樂場 還有我們老人家休息的一個樓庭 是的 小區的配套都從我們小孩子到中年到老年 都是有一條式的一個服務 我們現在買的是哪個單位 我們小區是孟科建設的 後期也是孟科物業管理的 孟科是提供裝修的 我們業主買了樓之後 放在傢俱就可以直接住了 現在水電器都通了 通了現樓的未來 是的 存在應樓 現在很多業主已經住了千兩庫 收樓到現在就有一年半的時間 現在增低的樓層又比較少 現在有的樓就是這棟樓 16座 這座是小庫營的 多大呢? 我們最小的樓層是76 76和96 兩個三樓的樓層 76和96都是三樓 一個是一個廁所 一個是兩個廁所 是的 沒錯 四樓的話 你就可以看這座 這座是四樓的 是 有兩套小三樓 還有有700套四樓 在這邊 那的積極多大呢? 一百一十五座到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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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我們現在呢 就讓大家去看看我們的示範單位 和其他的一個配套 Hello 那剛才我們都看完交通情況 我現在是來到這個內圓景的 就是我們這個圓林裡面 我們都看看他剛才介紹了很豐富的那些活動空間 現在跟我去看看 這裏就是屬於我們老人的休閒中心 就是長輩 平時可以在這裡打牌 坐下休息 或者吃蚊子 可以打蚊子 打蚊子 你懂不懂阿Dee 那這兩邊就是我們的綠化 其實萬科它除了品質漂亮 還有一個物業好 最重要就是內圓的景觀 也是做得非常之美的 是的 我們看到左邊是永池 是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的成形區 還有小朋友的分座區 就是永池 還有兒童遊玩區 平時如果小朋友可以到屋苑樓下 去玩一玩兒童區 去看 整個內圓真的非常之大 我們一會兒要去看的這個單位 要介紹給大家的就是我身後的這個16棟和17棟 那16棟的積積會比較小 就是75個方 就是76個方 還有96個方 那我們17棟會比較大 是115點多 就是116方 那除了17棟之外 我們還是前面有個二號樓 二座 就是大門 這裏小區是這個小區大門 那那個二號樓的話 和17棟的護形是一樣的 都是116個方 那我們17棟是望足整個最美的河景 那我們的二座的話 它可以看到內圓 可以看到山景 或者是山景 所以看完這個內圓之後 我們現在就上去看看示範單位 Hello 那我和阿Dee現在來到這個 實體景觀賣的這一座 就是16棟的 那賣76棟的 現在有二樓 三樓和頂樓 那我們現在看的這個景 就是三樓 實體景觀 現樓我們不看示範單位 即時給你們看 買的是怎樣的單位 現在進來看看 好了 進來之後 看看我們交房標準是怎樣 那這個大門 就是我們的交房標準 其實這個顏色是叫什麼 中式 深中式 有這個顏色 那這個交房的鎖匙 我們可以看到 都是有卡卡 這個已經有指紋和密碼 還有鎖匙四盒交付標準 其實大門的質素 萬科是做質素的 不用擔心 那我們看到左邊 就是一個很長的鞋櫃 目前我看到這麼多的示範單位 交付標準 這個萬科做的是最長最多 很長的鞋櫃 其實我看到它的質素 都非常之不錯 這裡中心做了一個 排插機器 插口 對 OK 那上面做了吊櫃 下面 軟鞋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 坐在這裡 換鞋 放在這裡 非常之不錯 左邊我們看到 一個廚房位 這個廚房是做一個L路形的設計 我們看到它的質素 非常之不錯 還有方體的抽油煙機 還有漏頭 都是用品牌 上面 吊櫃也是做的 而且它的顏色特配 都非常之靚仔 我看到白色和中色的一個特配 地面是做了什麼顏色 屬於灰色 灰色的灰色 灰色的灰色 這個鞋盤也很大 不會那麼骯髒 大鞋盤也是交付標準 外面看出的景色就是 看到什麼 看到露台 外面有少許河景 河景 對 左邊這裡 可以放一個比較大的雪糕 放在這裡 交房這裡 都是屬於交房標準 我們再看看餐廳位 這裡 可以放一張長桌 或者做圓桌 好像比較小 圓桌 好像比較適合 對 或是做二盒一也可以 再看看客廳的位 對 客廳 這個多大 這個幅度 看起來也差不多三米 三米 這個寬度 這裡放著沙發 茶几 電視櫃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交房標準 他們的質素都非常OK 做地磚是80x80的規格 而且地面這裡 叫做什麼 什麼叫做 踢腳線 踢腳線 也是做的 OK 再看看外面的露台位 這個露台真的比較寬 對 是比較寬 對 差不多兩米 米8左右的寬度 長度有三米 送一本的露台 其實我們看到這裡 都留在洗機位 以及拆電 到時候自己做一個吊櫃 就可以了 我們再檢查一下 這裡 看出它的景色是看什麼 它前面就是看了我們河景 就是前面就是正在改造的河景 其實這裡的後期是什麼 它現在收留中心之後 它是屬於做過幼稚園的 公園 對 公園和旁邊的幼稚園 就是兩個貼在一起 所以 那意思就是 公園就是我們看到這邊的區域 以及旁邊是有淡水河景 非常之不錯 如果收到高的樓層 看上去景觀都非常不錯 我們看到這個朝廷 朝廷南東南方向 這個朝廷也很帥 我現在再看看麗朗的格局怎麼樣 這裡是做三房 是七十多平坡做到三房 76 我現在看到是第一間房 這間房也不會小 我以為76的房間會很小 但不會 這裡放過一米五的房間 也是沒有問題 而且做了一個優路形的飄窗設計 我們看到了 後期這裡 雖然三樓的樓層 也可以看到公園 以及一個河景 景觀都不錯 這裡飄窗位是全震送的 可以靠這邊 放一個床頭位 不用放床頭位 如果我自己住 就放一個一米五的大床 靠飄窗位 利用回 這裡做一個床頭櫃 或者做一個L露營設計的衣櫃 做到這裡 其實這個也夠大 我現在去看看 這個是主人房 但不知道這麼大 這是主人房 我現在是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 其實它放了 我們看到它的飄窗 都是做一個L露營設計 而且重點是景觀 公園和河景 都是可以看到的 這裡 說實話來說 可以放到一米二的長量 你放不到一米五的 因為如果放到一米五 你放在這裡 可能沒有床頭櫃 放在這裡 或者在這裡做一個衣櫃 做到頂 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再看看 第三間房 阿May這裡 這裡 這裡是幾個 比較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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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方正的設計 比較常規的設計 對 這個也是飄窗 不算便宜的 這裡你可能放在米二 米二 放在米二的長 床頭櫃 衣櫃做到這裡 都是可以的 我們看到門的質素 都非常不錯 而且這個顏色也是我最喜歡的 是 叫做深棕色 是可以的 還有這些所有窗台 其實都是做成了這個 叫做防護欄 就是比較安全一點 對 還有它現在三樓 它的光線真的很猛 光線很漂亮 因為它前面沒有遮擋 有公園和賀景 都可以看到 我現在到了這個廁所 它做了是更新分區分段式的 平時擦牙洗臉 都不會打擾上廁所的人 對 做到超級大的一個 叫做洗手盆 坐廁 還有臨浴室 我們看到現在 就是膠房標準 是實境 看到這裡的 叫做臨浴的材料 還有這個 做到推拉門的 做到三段式的膠庫標準 坐廁 門 右邊是洗手盆 右邊是洗手盆 現在是76方 做到三房 而且景觀是超級漂亮的 叫做河景 還有公園 這個總價多少錢 我相信大家都很心急 我說回現在我們看的 這一套單位的總價 76平方 它的原價是80多萬 現在是有很大的折扣優惠 折完之後 只需要60萬 總價60萬 60萬 沒錯 可以買到三房 大三房 送完裝修 首期的話 正常比兩成的話 就是123,800元 如果是月供的話 每個月就是2,000元 就是2,100元 就OK 除了這個付費方式 還有第二個 就是開發商可以做到送手褲的活動 如果我們是有一個送手褲的話 手褲最低就是6萬3千元就可以上車 6萬多就可以上車 總價6至頭首褲都是6萬元就可以上車 月供高一點就2,300元就可以解決 可以買到這套單位 再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現在這套單位的樓層已經不多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想要這套單位 要趕快約時間過來實地考察 如果看好這套單位 我們可以直接買到 買完放完 即是按揭放完款 即時可以收樓 收樓 看完這個3樓的76樓 我們再上去看看 第二個 高一點點 就是屬於96房 現在上去 Hello 我們和阿Dee 現在來到這個18樓 這個是96個房 可以做到3房 還有我們最喜歡的一個 話不聽設計 就是這個單位 我們可以看電梯口 我們對面有一間 全部都入住了 入住了真的很高 所以大家快點買來看 手費油 進來看看這個96的間隔 進來之後 一樣做鞋櫃 都是交房標準 這個飄倉都是全身送的 平時可以換雙鞋 就坐在這裡 或者我們做一個櫃體 去放一些東西 都非常OK 光線很好 我們再看看 這個廚房位 廚房進來之後 看到九十幾個方的廚房 做回L路形的設計 這個空間都很大 一樣交付標準 這裡 死菜的時候 可能很快就乾了 不會濕濕的了 因為這裡有一個窗口 死菜或者是切菜 這裡 這個設計都非常不錯 一樣的 這裡是一個雪櫃位 我們再看看這個廚房 阿May 這個廚房叫什麼廚 你叫橫廚 最大的橫廚 很遠 看到我嗎 現在 由廚房出來 餐廳位 餐廳還有一個窗台 可以做到光線 超美的 餐廳 然後客廳一體化 看來差不多七米的長度 真的很闊 七八米左右 再出來這個大帝的路駝 這個路駝 比剛才那個 還有長一點 闊一點 對 更闊一點 這個更闊一點 還有更長一點 對 樓底下看的 都是屬於我們 樓下永慈景 還有我們的商業 還有現在那個萬家 就是華陽萬家的商業 都是已經有的了 還有之後那些公園地 全部都是 景觀是超級美的 是沒有任何遮擋的 是的 我們以後出大門 就從這裡出去 就去到那邊那個萬科 是不是 叫華陽萬家 華陽萬家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月絕旅 都非常之高 是吧 所以不用怕這裡 沒有人住了 因為產業是超級多 而且非常之方便 半個小時到衛城 它的珊瑚瑋燕店 還有去到萬達 都是半個小時的時間 而且去深圳龍江區 都是40分鐘 所以它這個地點 都比較中心一點 那現在去看看 旅路的格局是怎樣 那其實先看看 第一個廁所位 這個廁所 它也是做了一個乾濕分區 那這些質素也是很漂亮的 可以做到三開門的 所以空間夠大 全部都是微窗的 景觀也是 都是望足小樓下的花園景觀 再次 這個是我們產業水面的地方 乾濕分區 進來就是第一間房 第一間房 現在看出去的景觀 就是看到綠色的樹林 那裡非常開闊 不會遮擋的了 這裡可以放過一米五的床 靠了飄窗位 這裡是做床頭櫃和衣櫃的 其實這個空間都完全夠用的了 那現在去看看 第二間房是怎樣 那來到了第二間房 剛剛第一間房 還有第二間房 其中間也是 看出去都是望過樹林 那看得到 一樣這裡放過一米五的床 還有床頭櫃 是的 衣櫃都有非常充足的空間 那我現在看到了主要房 哇 這個主要房 不錯 是可以看到一個河景 淡水河的河景 我們看到了 其實真的非常之近淡水那邊 因為這個方向就去到惠陽區 汽車總站就是15分鐘就可以到 回香港也非常不錯 我看到這裡是做一個L路形的斥景 它的視角和景觀都非常不錯 還有這個小小的飄窗位 它的望出去都可以望到花園 是的 放過一米八的大床都沒有問題 這裡做一個衣櫃 或者是這個叫做收納櫃 這裡做梳妝櫃 放過前面那裡 這個廁所大很多 是的 沒有問題 鎖匙 洗手盆都是交房標準 其實質素真的非常之OK 萬科就是人生中有住一次萬科的屋苑 人的一輩子一定要住一次萬科 選萬科、萬月、萬匯地文行 我們都有拍攝 想要哪個視頻都可以給大家 先說一下價錢 總價 Money Money 這個16棟是屬於小高層的設計 所以才是21層高 20層高 sorry 22層 22層高 然後我現在計算了比較漂亮的 18層的這個樓層給大家 它是96.25方 原價是112萬 現在大截價 截完之後是83.9900元 那首期如果兩成是16.9000元 貸款的話 月供是2953元 月供是2000多元 我們也可以做低首付 首付只給一成 即是99,970元 就不夠10萬元 有得找的 對 不夠10萬元 那貸款是74萬元 供是3260元 所以它的首期和月供都是非常之低 因為它可以做到大三房 對 而且還要中收 不用夾著要中收錢 便宜便宜便宜 看完這個職位 還有一個更加低的 就是我們2號樓 我們現在都是現場實體 拍攝單位給大家看 現在我們過去先 Hello 我和Dee帶大家來看看何景 說笑 帶大家看看我們現在最後一個大職 就是116方 這個面積屬於我們17棟 柳和單位 真正是最美的護形 最美的景觀 最美的動數 就是這裡 看回我們的河境 真是河境 超級美 對 我們看到一勒的河境 還有樓下就是公園 真的非常之不錯 坐這裡是喝杯茶 都是看河境的 非常之開容 開闊 這個露台有多低呢 退後 再退後 再退後 繼續退後 Hello 超級大 對 跳舞也沒問題 轉個彎 這個長度差不多7米 還有這個露台也是超級的 嚇死我 其實到時候我們可以封張 不怕 好哭 我們再看兩家庭 不怕不怕 不怕不怕 媽媽 記不記得 不怕不怕 媽媽在大廳 好 我們看到了 這裡是放個洗衣機的地方 這個 這個不是 做一個路空的 對 可以封張 封張的話 到時 可以做這裏 上邊可以做吊櫃 這裡可以做個洗衣服的地方 做個洗衣台 或者可以擺個洗衣機 都是沒問題的 是的 或者如果喜歡養花花草草 就漂亮了 這個地方 就是非常之漂亮 進來看看我們這個間隔 先看我們門口這個地方 入門這裏是甚麼 做一個鞋櫃 我們交樓的時候 這個交樓標準 全部鞋櫃都有賣的 對面這裏就有窗台 可以坐在這裏 換鞋 還有這個窗的光線 就非常之漂亮了 再進來看看 進來看看 之後第一間房 看到這裏放個1米5個床 都是沒問題 兩個床頭櫃 看出去就可以看到 一個小小的 其實是花圓的 我再出來看看廁所位 第一個廁所 看到了 林苗室做一次洗手盆 坐過高山分區 現在再過來看看廚房位 看到嗎 哇 這個廚房很大 很長 四個人煮飯都是沒問題的 是的 洗菜切菜 這裏其實都可以做多一排這個櫃 櫃 收納 廚房的東西比較多 的時候就放在這裏 這裏不太大了 可以放窗開門的雪櫃位 這裏是三個窗 都很通風的 其實 看到這個 那我來了 真的很闊 如果家人多的時候 這個廁所真的很帥 對吧 廚房煮東西 吃東西 聊天 看電視 玩遊戲 如果外面就是 看看花花草草 看看何景 或者做一個咖啡 飲咖啡的地方 都可以非常之不錯 完美 再看看房間 是的 我們現在做了第二間房 那一樣 看看是哪裏 這裏 都是夢到處處的圓景 看到了 放過一米五的大床 都是沒有問題的了 我們再看看第三間房 是怎樣 Mai 這裏是第三間房 每一間房的積積都比較平均 所以跟剛才兩間差不多 可以放正常 一米半床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剛才小積可能 放一米二 但現在的大積 全部可以一米半床 以及大底的衣櫃位 上邊飄窗 可以再放自己的私人物品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再看看第四間房 第四間房 哇 這個主要房是超級大的 我放過兩米大床 都是沒有問題 兩邊做一個床頭櫃 還有空間 這裏可以做一個定制衣櫃 做到頂度沒有問題 再看看 它的景點是怎樣 看什麼 可以看到何景和公園 非常開闊 這個視野 而且我們看到左邊 還有一粒小小的 叫做湖景 左邊就是學校 非常出名 而且是衛州林武運 現在要看看廁所位 其實這個套房是 林武室 座廁 空間都非常大 阿May 這套116 哇 這麼大的橫廳 而且主要房都超大的 總價是多少錢 我跟大家說一聲 我們現在這一座是十七座 都是最美的景觀 最美的樓層 還有二號樓 也有賣的 二號樓 是看我們內圓景 兩棟的 一模一樣的職 一模一樣的樓層 而且它的景觀 就會不同 我跟大家說一聲 現在二號樓 最美的三十一層樓層 的價錢給大家 即是高 它的總價是126萬 現在截完之後 就是94萬8千總價 首期的話 兩城就是19萬8千 如果是供的話 每個月就是3千3百元 我們也是可以做低首富的 最低一城首期 也就是11萬8千 就可以上車 我們供的話 每個月都是3千6百元的月供 如果大家想看內圓景 這個價錢差不多 如果想看這樣的何景的話 價錢就會高一點 高一點 具體的話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隨時微信或者WhatsApp 我們拿回最詳細的資料 或者 因為現在的樓層都不多了 一定要過來現場 幫大家做一個最適合的選擇給大家 OK 我現在一樣 都是落在售樓部 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Hello 又到了我們一集一致的總結環節 都是說回我們今天樓盤的優缺點 我先來說回缺點 第一 我就覺得 現階段的交通 不算非常方便 就是因為我們如果現時 都有三條路線可以回來 那譬如說你可以 過了關之後 直接搭我們大巴回來 那大巴回來呢 就需要十幾 或者二十幾分鐘左右 可以打車 或者可以坐公交車的 第二呢 都是可以坐高鐵的 香港西九龍直 直達我們的惠陽站 不過惠陽回來的話 都是需要少少時間 打步車 第三呢 其實它可以轉回地鐵 就是過關之後 一號轉回十四號線 再回來這裡 都是需要再乘多個巴士 即不算是直接可以回到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交通 都算有少少不方便 那我覺得除了交通之外 我都想不到第二個缺點了 不如如果你們發言告訴我 對啦 那阿May剛才提到的缺點 其實它的優點都非常多 第一就是價錢很便宜 七千多萬科 而且是帶上裝修 這個裝修都可以 我可以看到 很漂亮 品質 滿科也是做品質 裝修價錢又便宜 第二 我們看到其實這裡商業是比較多 而且這裡業主率是超高的 不算超高 但是百分之 我們看到也有百分六成的 因為周邊超多的產業 在這裡 後期如果你可以自己住 或者是轉手 因為這裡有產業 可以轉手出去 其實這個價錢也很便宜 還有第三點 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看到 樓下是超多商業的 樓下的商業 還有問三和廣場 差不多一站的時間就可以到 那些超多食物 買東西 非常之方便 而且這個地方是比較中心的 怎麼說中心呢 去到衛城區 半個小時就可以到 去到三五會員店 都是半個小時 去超級出名的衛城西湖 那邊也是四十分鐘就可以到 總共四十分鐘 還可以到狼江區 是否很方便 還有半個小時可以到 大雅灣萬達廣場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 都算比較中心 我們看到第四個優點 它的景觀 真的很漂亮 我們看到河境 淡水河這個河境 還有它現在售楼部 可以租公園 其實周邊 除了售楼部這個公園之外 還可以到鳳凰山 去爬山的 或者是惠陽區的 叫做瓦宮頂心靈公園 都可以去得到 而且是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 可以解決得到 所以這裡都算方便 點個like 我們今期的視頻 就介紹得差不多了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隨時聯絡我們 拿更加詳細的資料 我們視頻上方有兩個碼 可以WhatsApp我們 或者WeChat我們 或者可以直接來現場 做參觀 我們起家每天都有團出 我們的車就排在關口 我們每天可以包節 包送 包餐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隨時聯絡我們 我們今期的視頻就差不多了 下期再見 拜拜 幫我們 我們下次見 öğren 我們下次見